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大的蒸笼热气腾腾 黑亮的油锅滋滋作响 一盆盆绿的菜 红的肉 排兵布阵般 只等着上桌 等待开席的人们男女老少齐全 大人气嘴巴舌 高声闲谈 小孩儿在人群中窜来窜去闹玩 这热闹的场景让三岁的小女儿觉得新奇 妈妈 很多人 她叫着 歪着头看着我 明亮的眼睛兴奋地扑闪 是 人真多 我回答女儿 又像是自语 穿过热闹的人群静直地向屋里走去 身后的嘈杂人声突然低了下来 我不用回头也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一样的目光 羊羊和婆婆都在 看见我大吃一惊 立马如临大敌 站在婆婆身边叫云的女人 脸上看着雀声声 眼底却尽是趾高气阳的得意 我扬了一下手里的钥匙说了句 就这儿了 羊羊和婆婆一口同声地问我 啥意思啊 我没有回答 钥匙落桌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我抱着女儿出了门 院子里吃席的人们一阵骚动 开始上菜了 我再次地穿过人群 身后有呲笑声 叹息声飞来 懒得理会 我无心唱一出苦情戏 也不屑上演大闹宴席的狗血剧 终于结束了 以后你一定会好好的 梁小霞 我默念着自己的名字 在心底给自己打气 逼回了几乎滚出眼眶的泪 还是把步伐走出了康腔 我是全村人眼里的窝囊女人 因为一年前 我老公洋洋大摇大摆地带着小三回了家 而且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一住就是一年 这一年我们没吵没闹 也没有寻死 被人指点嘲笑 也不奇怪 我结婚九年 有一儿一女 老公洋洋做生意 做得不算大 但收入比普通的打工人还是要高一些 年纪轻轻的就儿女双全 生活又相对富足 公婆对我也是亲如一家 这一度让我成为了村里很多小媳妇羡慕的人生赢家 我和洋洋聚少离多 她的生意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 而我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不得不待在老家 通常她一年里也就中秋春节的 回来两三次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衣食无忧 孩子可爱 家里有公婆帮忙 娘姐也不远 我的小日子过得挺惬意 然而在女儿快两岁时 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时刚好临近春节 在外的打工人 生意人都陆续地回到家乡 我也掰着指头 计算着洋洋的归期 只是人还没有盼来 却有一些风言风语钻进了耳朵 一些和洋洋在一个城市打工的人先回来了 说洋洋在归途中捡了个叫云的女人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俩人就在一起了 所以原本和他们差不多同时到家的洋洋迟迟未归 传言有鼻子有眼 我却不信 我和洋洋虽是聚少离多的年末夫妻 感情却相当的好 不忙时 我们的视频聊天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 洋洋也经常会给我和孩子们 寄各种吃的穿的用品 尽管现在农村购物也是非常的方便 但洋洋说 她寄的不是东西 是牵挂 况且别看洋洋现在生意做的红火 当初是我借了娘家十万块钱给她 她才能起步 后来又遇到一次资金周转紧张 也是我毫不犹豫向我搁借了八万支援她 因此当亲朋夸洋洋能干时 她经常回答 多亏我家小霞支持 我深信她这样说 我深信她这样说绝非是出于客套 而是发自肺腑 这样的感情会被一个半路捡到的女人毁掉吗 我不信 我觉得肯定是乡亲们捕风捉影 以讹传讹 但是 现实很快就将我的信心和自尊 积得粉碎 年三十傍晚 洋洋到了家 车在院子外停息 副驾上果然是下来了一个女人 我一阵晕眩 竖然看向洋洋 只一眼 她眼底的愧疚惊慌和躲闪 就足够让我明白 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不仅如此 她竟然还将这个女人带回了家 一切已不避言说 我脚步踉呛 转身回屋 洋洋拨开以冲向前抱住她腿的两个孩子 紧跑几步追上我 小霞 我甩开她伸过来的手 砰地把门关上 院子里沉寂了一会儿 接着脚步响起 渐渐远去 我靠在门后 牙齿打架 全身颤抖 泪水 扑吱吱地滚个不停 我真的无法面对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被出轨的厄运 针砸在了我的头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的响动 把我曾哭泣中拉回了现实 杨杨来摊牌了 她一进屋就伸手抱我 我像见鬼一样 后退两步闪开了 一年未见 我的确曾在无数个日夜 想象过相聚时的拥抱 但现在只觉得讽刺 杨杨沮丧地坐在那里 双手抱头 一五一十地向我坦白 确实是如香林所说的那样 云是她半路偶遇的 她孤零零地站在冷风里 向她招手 想搭她便车 她一时心软 停了车想载她一程 不想 这一上车 就下不去了 云自述 是遭到家暴逃出来的 不愿意再回魔窟 反正她和丈夫 并没有结婚证 这寒冬腊月里 云说杨杨是个好人 求她帮忙帮到底 给自己找个去处 杨杨承认 她是看云年轻俊巧 又无依无靠 楚楚可怜 起初只是动了 恻隐之心 想找家店停下来 让云吃点东西 哪知 从吃顿饭 就变成了住一晚 还住到了一间屋里 睡上了一张床 哼 我这个和夫妻 九年的男人 我们有两个孩子 上有老下有小 而此时此刻 他在我面前 壮似真诚地 坦白相告 大言不惭地求我原谅 我真的不知道 她是如何说出口的 我问她 道歉的话已经不必了 只说你现在带她回来 是意欲何为呢 杨杨支支呜呜地说 她翻来覆去 想了很多遍 当然是不舍得 亏待我和孩子 但云也实在是可怜 丢下她 真的是于心不忍 被家暴流落在外的女人 那么可怜 所以你就抱在怀里 带回家来 好好地帮助她了 这个问句 在我的嘴里呼之欲出 却最终卡在了喉咙 只爆发出 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 杨杨 你明摆就是要逼我默认 你这是要一敷一切 登堂入室 离婚 离开这个恶心的男人 这样的念头 在我的脑海里 冲撞奔徒 我不等她回答就大喊 离婚 俩孩子我都带走 立刻就走 大过年的你去哪儿 还带走孩子们 别说俩 估计一个也跟你走不了 小霞我知道你难受 是我混账 可是咱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吗 到底是共同生活了九年 因为了解 所以能够软硬兼施 钻戳我的心窝 尽管恶心 但洋洋的话 的确是扎醒了我 我不是城里有自己事业和房子的女人 离婚怎么可能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这么简单呢 别说真理 这会儿就是赌气回娘家 也难吧 我怎么给我爸妈说呢 家家都喜洋洋的过年呢 我去给他们添赌 还有我哥那暴脾气 他要是知道洋洋这样欺负我 还不得即刻拎了刀来砍他 但是不回娘家我又能去哪儿呢 洋洋见我信我动摇 急忙地保证 他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对我和孩子好 又低声哀求我 不要将此事告诉娘家人 我心如针扎 大吼让洋洋滚 他滚了 我扑到床上失声痛哭 哭我一直沾沾自喜的幸福 竟被碎得这样快 哭我眼看着幸福破碎竟束手无策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洋洋走后婆婆又来了 她叹着气说 已经骂了洋洋半夜 也不准外面的女人住进家里 但儿大不由娘 她也管不了她 至于我要怎么骂 她都听着 要怎么做她都理解 骂 我想把洋洋撕碎 这婆婆能理解吗 会同意吗 可是抢呗 婆婆又有什么用呢 难不成我还能真指望 她为我这个儿媳妇和儿子决裂 有奚落的爆竹声传来 虽竟然尽放 但还是有人挑战禁令 正像我此刻的婚姻 九年相守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终究是抵挡不住洋洋蠢动的心 我像个垂死的病人 默默地躺着 从除夕到初一 从黑夜到白天 洋洋来过几次 送饺子倒水 我无心饮食 也不想看见她 她各种解释 我始终是翻身向理 不发抑郁 她便再也不说了 初二早上 洋洋又带着孩子们过来 喊我回娘家 小家伙们也急扎地吵着 要去姥姥家 我心乱如麻 但却清楚 一时还不能让娘家人知道此事 值得起床梳洗 我妈家在七十公里外的林县 洋洋开了车 后备箱里塞满了 大箱小包的礼品 孩子们在笑闹 猜测着能收多少压岁钱 车窗外人来人往 都是走访亲友的人们 一派节日祥和 到我妈家 洋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和我爸妈扯家长里短 谈声一惊 眉飞色舞 妙语不断 嘴上仿佛抹了蜜 我爸妈看她的眼神里 满是赞许 我只能是强颜欢笑 从娘家回来 我又一头扎进了被子 疲惫到极点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只想蒙头昏睡 不再醒来 可辗转反侧许久 根本无法入睡 全身的骨头都仿佛被抽去 眼皮也沉重到抬不起 但是我睡不着 闭上眼 几年来的甜蜜时光 一幕幕浮现 恍如一场场的梦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不行 我不能平白无故地忍受了这窝囊器 我要去找那个不知廉耻的男女拼命 我下床穿鞋 咣当 推开屋门 刺骨的冷风打着旋的扑进来 我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八岁的儿子一溜烟地进了院子 向我展示 爸爸给我买的摔炮 我勉强了一声 说着 玩吧 脚步不停 儿子却来拽我的衣角 非要让我陪着玩 我忍住了火气哄了几句 他还是拽着我衣服不丢 我烦躁地掰他的手 儿子却有了哭腔 妈 跟爸回来的阿姨是谁啊 昨天我和小龙玩 他说我爸要和他过 不要咱了 我心里一领 急忙地打断了儿子 玄玄 不要怕 不哭 不会的 妈妈在 爸爸也在 开丝不难 拼命我也豁得出去 但是 然后呢 我如梦方醒 忽然地意识到 不伤害孩子 不与见人纠缠 也许是我目前 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不是轻饶他 而是放过我自己 考虑方方面面 和我目前的处境 我觉得自己只能是先忍 我忍 牙咬碎了也要忍 坏事传千里 何况是过年期间呢 人们走亲近串邻居 这种出轨小三的八卦 是最好的笑料 种种议论 纷至踏来 我走在街上 总有人是指指绰绰 我只能是充而不闻 视而不见 好在现在是年假很短 过了初六 除去老幼腹弱 人们陆续离开 奔向各自的谋生地 杨杨也要走了 带着云 临走前 他来我屋 撂下了一万块钱 说让我安心地带好孩子 他会按月地打钱 我差点把牙咬碎了 恨笑出眼泪 这个渣男 他竟然这么理直气壮 大言不惭的还要我安心 还扯什么按月打钱 他一定是觉得我不可奈何 只好忍了 默认与他的心欢和平共处 默认同他二女是一夫 我克制住了抓起钞票 甩他脸上的冲动 他终归是我孩儿的爹 能给一万是一万 其他的自可慢慢地和他算清 往后的日子里 我在村里成为了一个怪异的存在 对门的大娘 隔壁的奶奶 无不唏嘘感慨 说我是傻闺女 自家的男人就这么地拱手让了人 就连婆婆也愤然 数了我为什么不跟杨阳抢回她 她保证会把孩子 帮我照顾得妥妥的 我只是摇头 跟着她 从她带回那女人的一刻 她已经是我所比仪 仇恨的对象 我不要她了 渐渐地 街坊们对我的同情 稀薄了起来 有人说我太软弱 有人叹我是死脑筋 总之 简直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可笑大过可怜 几个月后 杨阳又把怀孕的云送了回来 由婆婆照料养胎 虽然婆婆也曾信誓旦旦 不会认云做儿媳妇 但如今她肚子里有了杨家的后 事情又是两样了 巴掌大的村庄 大肚子的云十分显眼 但我装聋作哑 不动声色 我需要时间 这一年多 大家都在感叹 我的可悲取辱 可他们不知道 我只是在隐忍中 拼尽全力地调整心态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女人的成长 从她第一次独自咽下惊欢开始 当杨阳带着云出现在我面前的一瞬间 我何尝不是一下子觉得天塌了呢 当她提出要我和云和平共处 我又何尝不是如万箭穿心 愤怒 西晃 不甘 我和任何一个遭遇了婚变的女人都一样 在不得不直面真相的那一刻 心碎成了渣 这些年的主妇生活 让我已经习惯 轻松无压力地安稳度日 助然而来的变故 我一时真想不出抵挡的办法 比起一难平 我更不敢面对的是恐惧 恐惧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保护孩子周全 深感取辱 却没有还手的之力 所幸 造化总有她慈悲的一面 被推到悬崖边上时 最缺弱的人 也会有自己的沙发决断 在一个又一个咬碎牙和血泪吞的漫漫长夜里 我甚至几次都想自行了断 但儿子拉紧我一脚 哀哀痛哭的一幕 以及女儿憨睡中如天使般甜静的呼吸 又一次次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拽了回来 我艰难治疗拯救着自己 如一条缓慢吐司的残 一点点地截起自己的茧 最终我挣脱怨天尤人的自欺自怜 决定先把孩子托付给公婆 出去看看 我要学着为自己和孩子撑起一片天 我先去了哥嫂打工的地方 和他们学做小生意 后来开始走出去 尝试去给人家打工 我想以哪种方式开始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我没有被痛苦击倒 而是从绝望中积聚起 走出去重新开始的勇气 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心不死 就总能有出路 大半年后回来的我 已经无拘任何开始 我可以自如地去应聘 追着和招人的单位负责人谈判 我珍惜每一份得到的工作 不懂 拼命学 学了 努力做到最好 你回来时 我当时工作那家超市的人事经理 说如果我从老家回来 还要工作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他 干工五个月 就可以转为正式聘用员工 单位就会给缴纳无险一斤了 我又感动又激动 也充满了斗志 大致有了安排后 我已起诉他重婚相要挟 与洋洋进行了一次谈判 不仅要回他之前 欠我娘家的十八万 还争取到了儿女的抚养权 和他支付给我的十万元抚养费 洋洋不相信我敢带着孩子离开 他仗着多年夫妻对我的了解 各种甜言蜜语 和假装恳切地哀求我 原谅他 我明白 只要我沉默 他就会自以为是 我是默认了他和云的关系 他之所以这么敢有恃无恐 就是吃定了我离不开他 要靠他养活我和儿女吧 我不说话 只拿了钱转身离开 多和他说一句 我都觉得恶心 洋洋一家精心准备 要操办他和云的儿子的满月席 我知道 所谓满月酒 其实同时 也是要正式地在村里人面前 给云个名分 虽然我还没有和他离婚 他也根本不可能跟我离婚 但他坚持要良女一夫 坚持要这个女人进他的家门 在这一天离开 是我刻意的选择 我终于是攒够了底气 能当这一年来 为我的可悲可叹操碎了心的乡亲们 向洋洋 郑重地宣告 狗男女 我不信与你们纠缠 迈出那个院门 我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浑身的轻松 天高地阔 哥哥的车停在了院外 我要去哥嫂所在的城市 开始新的生活 当初我告诉娘家这件事的时候 父母和哥哥顿时大怒 还是我尽力地安抚他们 阻止他们去找洋洋思闹 一来 我不想老父母生气担忧 再者我也不想脾气火爆的大哥 因为我而麻烦缠身 为那个我已经不要了的渣男 不值得 我很冷静地告诉他们 洋洋无论做什么 我都不会再回头的 现在我对他 只有是恨和鄙夷 我告诉你们 是因为已经决意和他分开 我要带着孩子独自的生活 我要学着自己工作赚钱 养活孩子 我想我现在已经能做到 哪怕起步很艰难 但是我不怕了 有句话说 世间恶果 大多是人祸 此话一点都不假 安排好住房和孩子 重回超市上班的第三天 也是我和洋洋离婚 整一个月的那天 婆婆哭着打电话给我 但我诉归 说是家里出了大事 大事 那个家没有什么事 对我来说是大事了 应该和我无关吧 我漠然冷笑 云的暴虐老公 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了云的下落 那粗鄙的蛮横男人 醉絮絮提着一把砍刀上门 可笑洋洋 当年小女儿出生 她都说要忙着赚钱没回来 女儿直到半岁 才第一次见到她这个亲爹 如今云生了儿子 洋洋竟然是十天半月就往回跑 云的男人上门那天 洋洋在 云也在 洋洋的右胳膊筋剑被砍断 据大夫说 就是养好 也没有办法伸展提拿了 右手怕是要残了 云脸上也被砍了一刀 毁容是必然了 事后我还听说 云的老公家暴是真的 她忍受不了出逃也是真的 但没有领过结婚证 却是假的 如今 案件还在扯皮中 原谅我实在是无法同情 即便那是我孩儿的亲爹 我只想说 报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